风读轮雨创讯第一册 第491页 对人对事是不是都要有耐心 你有耐心迁倒别人 你一定可以成全他 那么你要用你的爱心行为态度来感化他 真正的慈悲日爱是不求回馈的 他才能够为人间留下感动的故事 和谐是人间最美的事物 所以半道人无论走到何处要创造和谐 一个半道修道传道的人 遇到挫折不要灰心 你不要觉得上面的人没有支持 同修又给我扯后腿 老天都不爱我了 老天要给你最大的任务 在考验你的任性 智慧 承担力 魄力 尽上爱下之心 所以你要体悟明白 要更有勇气与自信来传扬道脉 要用心积极 如果有同样的共识 认知见解 你才有办法 共同办一事 如果你的思想看法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那么你一定不能办理大事 所以要能够共识才能够共识 好比你从先天来到人间 有同样的共识 要到人间实现大同理想 要来人间度化众生 所以你看到这人间 有五教圣人的弟子 各宗各派各教都在传扬佛法 你偏偏别的地方不跑 却跑进一贯大道 为什么 而且别人的大道场你不去 偏偏跑到这小道场来 因为共同的誓愿 相约好了 在一起